今天炫亞和金小鐘在節目上的可愛互動 引發網友們熱烈討論 節目上金小鐘表示 如果我和炫亞分手的話就不會再談戀愛了 讓一旁的炫亞聽了 立刻揍了金小鐘一圈 並表示你少在那邊 之後在猜數字的環節中 主持人選出了六個樂透號碼 只要猜中其中一個就能獲得100萬韓元 兩人各自有一次機會 由於金小鐘已經猜錯了 因此炫亞一邊拖延時間 一邊希望主持人給點提示 結果金小鐘最後受不了 就對炫亞表示別再問了 我們直接猜吧 反正你不是很有錢嗎 兩人可愛的互動 讓網友們紛紛笑說 真的是現實情侶中會有的反應 他們兩個真的很合拍啊